在高雄來舉辦造勢晚會 吸引了超過5萬人到場來力挺 而侯友宜在高雄前市長韓國瑜 跟台中市長盧秀燕的陪同下 三子再度一起大進場 侯友宜說 5年前韓國瑜翻轉了高雄 5年後他也要拜託高雄鄉親 來翻轉台灣拼出好未來 總統 侯友宜進表 侯友宜 上帥 侯友宜 上帥 侯友宜在韓國瑜 盧秀燕陪同下 三子高雄合體 指導深率票倉 舉辦大型造勢晚會 侯友宜 盪蒜 侯友宜 盪蒜 現場旗海飄洋 凍蒜聲聲喊 吸引超過5萬人到場力挺 侯友宜劈頭轟綠營 把兩岸關係搞到兵凶戰圍 高雄有海軍基地 如果爆發戰爭首當其衝 我們的高雄軍事要在 戰爭起來勝負 高雄鄉沒有完成的事情 和侯友宜 等 突然 想聽禪名聲 要思考誰真的將來當了總統 可以讓台灣化為為安 我看來看去 侯友宜我跟保證 因為他已經用他的錢半身 再為國家人民出生入死 陸秀燕二話不說 幫侯友宜背書 侯友宜不只要翻轉台灣命運 更要拼出台灣經濟第一點 我們要的是 客機不是戰機 我們要找對和平的好時機 南部現在 東西不出 所以高雄是要怎麼拼賺大錢的對不對 對 承諾幫高雄拼經濟 韓國瑜最有感 這麼比喻自己的粉絲 為什麼我韓國瑜的悲哀 就支持我的男的 基本上都社護線總大了 即使支持我的女的 都過了更年期了 千萬不能南北差異 我們把一切希望 放在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 拜託大家 謝謝 謝謝 侯友宜高雄大造勢 除了合體韓國瑜盧秀燕 黨主席朱立倫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也到場力挺 加上執政縣市首長一字排開 營造藍營大團結氣勢 祝侯友宜翻轉2024 要把綠地變藍天 記者綜合報導